那就是瞎扯 虽是诡辩 却难掩其才华 文化 总该革新的 因为时间在前行 有人讲文言文 文雅古朴 而白话文 粗鄙不文 我们说科举误国 误在八股文言 八股文做得再好 不通心学 便不堪实物 不会做事 只会考试 我们的国家 需实物人才 脚踏实地 强健国力 先生 我是女子师范的代表 我认为文言文 比白话文更加简洁 这是事实 请举例 先生 就好像无能为力 这句成语 所表达的含义 不是比白话更简洁吗 无能为力 是四个字 改用白话文 三个字足够 怎样讲 干不了 辛亥革命之前 我们以日为时 请不吝点赞